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討論一下這個題目 相信很多人都遇見過自己試過 尤其是如果家中有小朋友 我小時候經常都有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流鼻血 怎樣用我的同類療法去處理呢 很多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經常流鼻血 忘記了是因為自己手多多去挖它 還是什麼原因 總之小時候經常流鼻血 又不知道怎樣 大大又好像沒有了 流鼻血 那時候自己又找些東西塞一下鼻歌 捏一下 那些情形去做一下 那就算了 家人之後有時候 煮一些東西你喝一下 好像又不覺得 其實流鼻血這件事真的很普遍 那相信你在臨床上面 也都可能要教過很多的患者 怎樣去處理 家中有時候可能有小朋友 遇到流鼻血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 那相信大家都有這些經歷 尤其是家裡有宋文仔 都沒有什麼 誰都完全不知道什麼是流鼻血 通常都有這些經歷 那一般的流鼻血 就是有時候無緣無故 是啊 尤其突然之間 可能在課室裡面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 突然之間會出現 或者在睡覺 很多時候 這些流鼻血都是自動的 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但當然它都可能因為 會被鼻或者鼻鬥的感染 可能比較乾 導致那個鼻黏膜是爆裂 亦都可能因為血管 就是微小血管的爆裂 當然還有是因為創傷 那也都有一些人 就在身鼻歌 很大力的身鼻歌 那也都很多常見 就因為那些人在挖鼻歌 挖鼻歌的時候 就滑損了 但是當然 也有時候的原因 就是因為比較嚴重 因為高血壓 尤其是成年人 有時候突然之間高血壓 或者血管眼花 或者當然 再嚴重一點 就是本身有 血有病 血有病的人 會自動不斷流鼻血的 那一般的症狀 我相信大家都不用說了 都知道血管流出來 有時候帶上鼻梯 也有時候可能有些血塊 那就是要小心 如果有血塊的時候 如果你拔掉那些血塊 可能會令它更加流 那一般流鼻血都自己會指的 但是也有些情況之下 那些人是長期的流 可能令到真的那個血量低 會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 OK 那好了 那在我們處理方面 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簡單些 可以遇到的 如果家裡有避免的尿劑 那就最方便 立刻可以用得著 那最簡單的 有時候是因為撞傷 即是創傷 不小心被人 可能玩的時候 打球的時候 不小心被人一搓撞下去 那這種情況的流鼻血 我們大家都想到的尿劑是什麼呢? 就是Anika San Gamche 任何的創傷 所以 如果家裡什麼尿劑都沒有 記住 起碼避免了Anika這個尿劑 好了 那如果你發現 那個流鼻血的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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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紅紅的 那還有可能 因為高燒 可能因為高燒而有流鼻血 那那個尿劑是什麼呢? 就是Beladonna Beladonna 就是那個 那個尿劑 大家都知道的了 好了 那如果你發現 那個流鼻血的人 那個臉是青青的 那樣 就是臉青青白白的 有小朋友 那我就會想 是那個什麼呢? 是鱗酸鐵 Farren Force 鱗酸鐵 OK 那如果你發現 流出來的血 顏色是比較暗的 那我們的療劑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Hammamelis 是北美金柳梅 Hammamelis 英文叫 Wish Hazel 就是跟那個 植物的血管有關的 好了 那如果那個 那個 流鼻血呢 是在 左邊流的 而流出來的血 比較深色 而通常那個人呢 平時呢 是粗糙不住很多話 說的人 這種人 在左邊的流鼻血呢 你可以找到什麼療劑呢? 就是Lakasus Lakasus Bush Amaster Snake 即是南美蛇毒 OK 很有趣的 在左邊比較多 如果這個人呢 是流鼻血的人呢 本身呢 就很喜歡吃凍飲料 喝汽水啊 這些 高高瘦瘦啊 這個人很精靈啊 很活潑啊 這個是一個輪 輪型的人 Forsbus 這樣 那通常呢 流鼻血呢 就是如果你找到一個好療劑呢 可能很快就會止 幾分鐘 是 可能一個小時就會止 是 但當然呢 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流鼻血呢 就是會流很久 最大的問題呢 很多人呢 就經常都會 重複成 重複 不斷地定期 一個星期流一次 這樣流得很厲害 也有時候是無緣無故的 你解釋不到為什麼它經常流血 這樣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當然要好好的用療劑去處理它 這樣 那除了療劑啊 或者我們都要挑選療劑之前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有些什麼的自然醫療的方法呢 可以呢 延緩一下那個流血量先 那一般呢 都會的啦 第一次呢 就用 劫住它啦 是 用壓力啊 用紙巾也好 用手巾也好 總之 黏著鼻蓋啦 那盡量 加些壓力下去 幾分鐘 那樣 也有人會加冰啦 如果你找到冰 那冰呢 有時候可以陷在那個 那個那個 尚惡的口腔裡面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拿些冰呢 就是 擠在那個頸周圍 或者後尾枕 這些地方呢 就血管供應到鼻蓋的地方 那就是這個基本的人 大部分人都會做 那就是最簡單就是 按住它按住它 是 好 那就麻煩了 袁醫生幫我們呢 詳細解釋一下 剛才說過的 那幾隻療劑的 每一隻的獨特之處 先用一些比較明顯些 容易配的療劑 那第一就是那個 生金車 阿力 那大家知道 生金車是跟什麼 創傷 被硬物撞擊 意外 導致的 那就是 除了鼻蓋之外 任何地方 撞擊 創傷 都可以用的 那 還有一個 那個生金車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呢 它的情緒狀態就是 它有時候 它都不想 它喜歡獨處 就是不要煩它 沒事啊沒事啊 沒有什麼 通常都是喜歡這樣說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就是 那些情況呢 那些情況呢 阿力家呢 除了撞傷之外 有時候呢 可能有些人洗臉 都會有的 洗臉的過程之下 都會有的 那或者有些人呢 是咳得很厲害 或者是一種 創傷的 OK 那這個都是 生金車的那個 證認來的 那另外一隻就是 Dinke Beladonna Beladonna 那個症狀呢 是紅腫充血 記住一下 那你發現這個人呢 那個臉紅紅 脹脹啊 很充血的時候呢 那這個你又想到 這個是那個 Beladonna 那個症狀來的 那 那個Dinke 還有一個症狀呢 他這個人呢 比較上怕 怕草草 怕光 是被人呢 是移動他的 就是不要撞到他 被撞到他 那Beladonna 除了他的臉紅紅 熱熱 乾乾呢 你看到呢 他的眼珠 是有一種 好像 Glary 好像玻璃眼珠 那樣 玻璃的 那 還有呢 那個Beladonna 通常呢 就是不想有人捉摸他 那 有時間性的 他有時候呢 三點鐘 下午呢 是比較容易出現問題的 那 還有呢 他都會喜歡 一是呢 就喜歡喝 凍水 或者未必口渴 那有時候他會喜歡 喝些檸檬水 就是要求 問他有什麼想喝呢 他會可能說 哎呀我想喝檸水啊 那樣 好了 那除了這兩隻 那另外一隻呢 就是叫做 Ferrin Phosphoricum 就是 鱗酸鐵 那鱗酸鐵呢 比較上是均和一點 就是沒有那個Beladonna 來得那麼激烈 那麼急速的 那但通常呢 都是呢 就是會 臉 可能有一點泛紅 那 尤其是呢 在那個 面珠燈那裡 可能有一些紅 一圈圈紅塊 那但是呢 一般來說呢 他的臉色呢 都是比較 比較清白的 就是流血的時候呢 是清白的 那流出來的血呢 當然也很鮮紅 也都很容易呢 就是那個 會有血塊的 那這個 尤其是 就是 什麼都沒有呢 你都可能 拿著這個尿劑 就是你知道 這個人又不是撞傷 不是很抓你腳 撞傷的 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呢 那麵青青呢 可以想這個尿劑 好了 接下來呢 另外一隻呢 就是 Hermon Malus 北美金柳梅 OK 這個 黑金美金柳梅呢 都是 血呢 就 量大 但是可能慢慢地 不是急出來的 是 還有呢 就是 很流暢 就是未必有 沒有什麼血塊 那樣的 但是有時候呢 在這種的 症型的人呢 血呢 除了暗一些 有時候呢 還有呢 是會很容易有痔瘡的 即是和它靜脈 或者有靜脈 腫瘡這些 這樣的問題來的 那麽通常呢 都是呢 因為那個 鼻膜的血管呢 是比較薄弱 導致這個 出流鼻血的 是 所以有時候呢 是滑鼻膏 可能是一個原因來的 OK 好了 跟著另外一隻呢 就是那個 Laccus Laccus是一個 南美蛇毒 OK 那南美蛇毒的 流鼻血呢 通常那些血呢 是比較暗色的 OK 那很多時候呢 那個 那個 流鼻血呢 跟那個 驚奇梨的流血呢 是 即是 時間是相應的 OK 那 還有呢 也有時候呢 因為它流鼻血的時候呢 它驚奇如果出現呢 它流鼻血就會減低 是吧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 見得到的 是 還有呢 這個流鼻血呢 南美蛇毒的症狀呢 傾向於在左邊多些 是 是 嗯 那也有時候呢 它會感覺到呢 就那個 好像那個頸啊 啊 就是好像整個 枯住的不適 就是想鬆一下鬆一下 鬆一下那個 那個 衣領啊 不喜歡有些枯住的 那這個就是南美蛇毒 很典型的症狀來的了 是 那跟著最后一隻呢 就是常用到的呢 就是一個 鱗 OK 那鱗通常呢 它流得很多 很多的 很大量的 啊 還有呢 鮮紅色的 啊 還有呢就是 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 不會那麼容易停的啊 啊 那啊 還有呢 小小情況呢 就會流出來的了 那通常呢 鱗營的人呢 有個性格的 通常呢 就比較外向一點啦 很有同情心啦 啊 很有善的 很喜歡有些 很喜歡朋友玩的 啊 還有鱗營的人呢 就是在流鼻子的時候呢 他喜歡呢 躺在右邊會舒服一點 那麼鱗營的人 都有些特別喜好的 喜歡吃 巧克力啊 啊 雪糕啊 那些 那些 還有喜歡喝一些汽水啊 冰凍的那些水的 那 好啦 我同意先介紹呢 這些的 療劑呢 當然啦 就是很多人呢 都有經歷過啊 就是間中 在那個 經歷過 兩三次啦 流鼻血 但是呢 有些人呢 那個流鼻血呢 是一輩子流的 我講一個 一個case給你聽 那這個是我一個同學來的 是我的脊骨曾經 科醫學院的同學來的 但是呢 他呢 就 有次我們 聊起 我們有一個老師 就是同學療法的老師 不是脊鱈的 是另外的 我們通常都脊鱈 我就再讀其他東西啦 那他呢 他家裡 整家人都是西醫醫生來的 他爸爸是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朱姆醫的關節炎的 用那些 用那些 封針 封道醫 當然啦 這些不傳統的方法 他爸爸是個小孩 就經常被醫學語照過去 來盤問他 為什麼要用這些工具啊 那麼他告訴你 他小時候的爸爸呢 就經常被人盤問 就是被人照問的時候呢 整晚一刻呢 就想想想想辦法 怎麼回答 那麼他家裡是 就是他姐姐也是醫生 他也是醫生的 但是呢 他很有趣的 他說他自己呢 是從小到大呢 就整天都 每個星期都是流鼻血的 嗯 那很有趣的 那麼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呢 他說當時呢 他就開始 專業同學療法啦 那樣 那麼我們有個教授呢 就去了他家裡 就是 拿到他的案子 那樣就給了那個療劑呢 就給了什麼 給了鱗的那種療劑 嗯 他說呢 他是吃了不止一次的 是 吃了不止總之很短 幾劑而已 他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 嗯 所以有時候就是 醫生經常都經常分享的經驗 就是說呢 痛療法呢 那個 就是那個獨特 那個有效之處 那個神奇之處 驚人 是啊 真的驚人的 就是這些好像 好像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都預約了 整家都是醫生世家 醫生世家 是 甚至乎 爸爸也都用一些 所謂的偏方 不是說 只是傳統 不是最傳統的 是啊 傳統那方面 又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治療方法 偏方那些呢 都可能都會嘗試過 一些什麼 但是始終 相信你讀醫 讀的時候 你的同學都已經成年了 至少都二十幾歲 二十幾年 對 就是這樣 每個禮拜都要留 都搞不到 有聲音都大都是 是的 每個星期 就是好像我們 習慣了 打個黑痴 什麼 油流 自己止去 有空補充多些水分 不要等失血這麼多 但是都處理不到 最終就是一個同類療法 一個療劑 可以將這些東西 完全扭轉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 袁先生 經常跟我們分享這些經驗 是的 我記得 好像說他用了一劑 不是說他用了一段長的時間 好像用了一劑 一劑 可能用了二百絲 比較高分能 自從治療之後就沒有了 當然 他家人對那個同學療法 真是五體頭地 是的 他的哥哥 結果成為一個很厲害的 同學療法的醫生 亦都是開始教的 他是一個學者 他專言都很厲害 當然很多人說 流鼻血 一般家庭都沒有什麼特別去理他 但當你發現 小朋友是經常性流 這個你就要處理 真的要處理 是的 我也知道有個朋友 曾經因為流鼻血 在香港流鼻血是要進醫院的 是的 又拋了一瓶血 他就不是 其實他的問題是 因為他不停地流 可能是因為很長時間這樣流 他只要怕 止不了 那就進了醫院 進醫院 問他 他就用了很長的沙迫 是用压力 用压力 用壓力 他的內部 塞著 在那裡 不是馬上拔出來 好像一段時間才給他換 知道他不再流 才為他拔出來 有时候有些流鼻血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自己一两分钟就停 有些是很久的 如果大家痛的疗法是一个最厉害的工具 我处理过一些病人多数都是的 都是他们这些疗法人是经常性疗 我就会用一个痛的疗法的疗劑配搭得好些 他们就医治之后,他们就很少流鼻血 通常的分别就是这样 很多流鼻血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通常在医学上西医院就说鼻歌的血管薄 那你怎么处理血管薄 如果小时候就说大肌长大一点,厚一点就不会 大一点也不会 通常都是这样的说法 但是其实是不用的 就是你找到一个同一疗疗法的工具 就是神奇地把你的问题是彻底解决的 是的,今天听了这个 听上去就是很简单常见的一个问题 也有很多时候,刚才也说过 你按一下去,找一些冰敷一下去 或者是 那就好像是指了 那当然了,如果好像一些是撞伤 或者是碰到这些出血的 这些是真是属于意外性的 那那个生金车已经有帮到 就是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担心 又说又积了什么 什么瘀血 那些什么 但是其他那些 就好像刚才说过的情况 就是 就是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这样出现的时候 都无法注意 可能他都是留一阵间又停了 但是你想一下 刚才好像医生的同学那样 几十年都是 就算被你留一阵间 都很害怕的 很礼拜 是吧 很惊奇 是的,你对于这个人 可能你对于他将要做的活动 你可能都会有阻力 就是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是做了 很不方便 是的,会突然会流 要留心着 何时又流鼻血了 没错了,没错了 还比周期盛这些 所以遇到这些问题 一定要及早医治 不会阻碍了 可能不会影响到他的健康的问题 但是也很不方便 所以家居常被一些疗剂在这里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立刻可以处理到 或者我那个朋友 如果当时认识到医生 知道了的时候 不需要入院 现在入院也挺不方便的 他好像也不是住了一天 好像住了两三天 因为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医院那方面也不够胆 这么早放你出来 然后你出去了之后又流过 通常他们会看看 会不会有血有病 就是这样流得这么厉害 他可能观察你一段时间 但是有没有可能因为其他因素 导致这个流票流得这么严重 是的 所以大家都要处备了一些疗剂在家里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 就可以立刻及早医治 不需要等到有些后遗症 出现了的时候 才去搞麻烦的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关于疗剂 或者健康产品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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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